歡迎收看今天的臺灣向前衝 一起拚經濟 我是吳宣宜 武漢肺炎疫情 現在已經延燒到全世界了 全球的確診案例數是不斷不斷增加 而在亞洲地區相較於日本南韓 臺灣政府積極防疫 深受民眾肯定 而這段時間大家都減少前往人潮 到眾多的地方 反而會想到戶外走走 而在雲林這裡就提供了 大小朋友不一樣的休閒環境 創辦人陳宏傑 本身是經營清潔用品起家 但隨著孩子漸漸長大 公司運作越來越穩定之後 兩年多前他跟政府合作 就把舊有的勞工育樂中心 重新翻修 打造與自家產品結合的全新樂園 更讓當地的農特產品 有了銷售平台 就讓雲林在地人還有外地遊客 在放假出遊時 又多了一種不同選擇 你回去要好好照顧他 照顧他跟你一樣壯壯的好不好 他咬住了就趕快手放開 然後被咬到 看著小朋友臉上掛著開心的笑容 蓋到自己一手打造的兒童樂園 床本人陳空節上級了孩子王 陪伴小朋友們逛逛園區 還不忘扮演著慈父角色 事實提醒孩子們要注意安全 這間位在雲林的心情態親子樂園 總鎮地面積就有1.5公頃這麼大 2020年初才剛風光開幕 離個心以雲林在地大小朋友 前來朝聖遊玩 你們等一下會做魚菜公司 裡面有魚 那個是生命教育 你們回去要好好照顧他 終於能漸漸地把心思來完成 從小到大內心的夢想 兒童樂園這個場域 是我們雲林縣政府的一個 勞工娛樂中心 開幕一年到目前為止是閒置了9年 有一個ROT的案子 勞工處的長官說實在 非常的積極在處理這件事情 民生遊樂園的前身 其實是雲林在地的勞工娛樂中心 因為地方政府尋求改變 更想讓這塊土地發揮最大價值 所以找上了陳宏傑 經過一來一往的交涉過後 陳宏傑突然靈機一動 想到如果能把自家清潔產品 與樂園能夠有所結合 應該能創造不少商機 我們應該把我們自己品牌推出來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成立觀光工廠 來做這樣子一個 自由品牌的一個推廣 然後提高它的能見度 看見觀光工廠在台灣 如雨後春筍般一個一個建立 陳宏傑儘管每天工廠忙碌一整天 產線要顧每支產品的品質 也要好好控管 但對於雲林在地出生的他 不論再忙 心中想的 還是能為雲林做些什麼 看到了所有小朋友來這邊 盡情的歡笑 還有小朋友打滾在地上 打滾塞奶的有沒有 不願意離開的那種感覺 就讓我覺得我們這個場域 確實也讓小朋友 能夠喜愛這個地方 聽到小朋友的歡笑聲 讓陳宏傑認為就算再辛苦都值得 只是在預兆娛樂這一環節 陳宏傑也下足了不少功夫 這邊有設置了什麼 魚菜共生一個系統 那魚菜共生做什麼 叫做做食農教育 那我們有什麼 有太陽能 所以我們叫做綠能教育 那我們把我們公司的原料筒 做環保再利用 那是什麼 這是循環的經濟的循環教育 這是再利用的一個循環經濟 讓小朋友除了玩樂之餘 還能獲取更多關於生態環保 等等小知識 但面對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讓才剛開幕的兒童樂園 難免受到不少衝擊 好在陳宏傑自己是 生產清潔劑起家的 也讓自家產品放進樂園當中 我們的園區都會在我們上班前 跟下班之後 都會整個園區的一個消毒 那在我們這個一百多瓶的一個空間 我們只要五分鐘 就可以把整個園區的一個空間做消毒 除了要讓小朋友開心玩樂 也要平平安安回家 業者特別在自動門上 遮置自動物化系統 一來能達到消毒效果 二來成分也絕不會 對身體有出現殘留不適的問題 是一個專利製程的一個 氣態二氧化氯 然後它跟次育酸是不一樣的 次育酸它可能會有形成 這個酸氯甲烷的一個殘留的問題 二氧化氯目前來講是 世界衛生組織所認可的一個 A1等級的一個消毒劑 疫情的嚴重性不容少去 陳宏傑謹慎慎看待 但整座園區 不只提供了大小朋友 不一樣的休閒空間 陳宏傑更投入心思 設計出一套 扶植在地產業的計畫 其實有很多企業也是跟我們當初一樣 就是白手起家然後創業 尤其像一些青農 或是像一些小型的一些加工廠 他們沒有通路 因為一上大賣場要上架費 要很多費用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支付這些費用 因為自己曾有過產品要上架 難上渣難的狀況 現在陳空姐也把平台拓展開來 甚至讓更多特色農產品 及首創小物導入樂園 讓地方產業能相輔相成 創造雙營局面 目前是完全不收費 也不收租金 我們讓廠商能夠進駐到這邊 有一個新的通路來販售 那我們希望說在這邊 能夠大家共同成長 共同努力 把這個市場打開 眼看一切都很順利的陳宏傑 其實在他主業清潔劑生產上 曾經也面臨了不少考驗 這間的話就是DIY的一個實驗室 那我們所有的設備都是以實驗室等級 小朋友在這邊體驗的話 他可以體驗就是說 有一些清潔用品 包括環保型的清潔用品 我們會告訴他 清潔用品的所有的成分 是用哪一個成分來做清潔 把自家工廠的小型機具設備 讓遊客能對自家產品 能有更深刻的了解 其實陳空姐打造成立近30年的工廠 原本根本沒這麼順遂 跟陳漢朋友合夥遠赴孟加拉創業 他們的紡織工廠的管理也不好 所以那個衣服就堆了 那個衣服堆了一座跟山一樣 所以只要下雨它就淹水嘛 那淹水那衣服就發霉 那當初我們就在那邊研發了一支產品 就專門處理他們的 這些發霉的衣服 那也因為這一支產品 讓我們在六個月裡面 就可以損益平衡了 30歲的陳空姐正值事業 從此階段 當時看到孟加拉有賺錢機會 獨自一人到異鄉打拼 原以為一切都已到位 沒想到七嫂過去會合後 才驚覺挑戰還沒結束 初去孟加是我先過去的 那過去那邊穩定了以後 我們家庭才一起過去 那時候我過去的時候 我老婆在就一下機場 從機場到我們公司的一個路障 她覺得說這個好像地獄喔 好像我們還在聊到地獄的遊魂一樣 整個路邊都是那個布幕拉起來 那就是他們佔有的帳篷 他們是一個沒有身分證國家 人口處比例很高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從這個路上走過去的外國人 是很...很像的 人生地不熟 加上當時孟加拉環境 收險落後 讓妻子張秀婉都差點難以接受 但看到老公事業拚的勤勞 也只好帶著兩個小孩在一旁陪伴 只是計畫趕不上變化 接下來這考驗讓陳宏傑 只能忍痛離開孟加拉 回來台灣 我們當初就是一個小孩子 是剛好會跑 一個是剛好還在抱在手裡面 然後飲食那個會跑的那個女生 她跟我們一起一比用餐嘛 一起吃飯 結果她白天都好好的 晚上就是一直拉肚子 拉到初學 有一天我老婆就問說 那我們在這邊賺得到錢 我們花得到嗎 因為看小孩子知道他也不捨 為了小孩的健康 只好放棄大好發展機會 但回到台灣時 面臨的是產業轉型 即要怎麼從吳道友 打造清潔劑口碑 陳宏傑坦言真的有一段 相當艱辛的過程 設立工廠有一段時間 做得非常辛苦 我們一直在 每天都在趕三點半 我們所有買的貨 都要用現金去買 因為人家不認識你 原料廠商也不認識你 所有的原料跟包材 都要用現金 後來慢慢有基礎以後 人家才有讓你越解 讓你開票 但是開票還是會有資金的 運轉的問題 因為我們也沒有很充裕的資金 回待後手的 像資金太少 創業出席光是簽場就簽了三次 好在妻子娘家幫忙度過危機 陳宏傑言談中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大家好 謝謝媽媽 所有的辛苦撐到現在 對我們來講 我們已經有能力去處理這些事情 最刺激最難過的那段時間 妻子的扶持讓陳宏傑成功插擊 台灣清潔劑市場 成立三十年來 各類型系列產品算一算 就創造了有近兩百多種 五十多歲的陳宏傑 從清潔用品出發 再到接手遊樂園經營 這段路靠的可能就是心中的這個想法 你要做一生懸命 你一生中你要做的什麼 你的價值 人的價值在什麼地方 除了賺錢以外還有什麼價值 我們在追求說 這個錢以外的價值是什麼 現實與理想的兩者兼具 不只凸顯了陳宏傑的價值 也看見了雲林在地人 不服輸 肯拼勃的不凡精神